成都是中国著名的美食之兜 其丰富多样的材料和独特的口味吸引了无数美食价钱来探索 以下是一些代表性的成都美食 麻辣和过成都的代表性材料之一 以起麻辣独特的味道而闻名 和过里可以放各种肉类、蔬菜、豆腐等食材 蘸上麻辣调料让人炊鲜油爹 回锅肉,一道经典的川菜 有猪肉、蒜苗都拌将灯食材直称 超知识会反复放入锅中,鼓名回锅肉 肉质鲜嫩,口感双脆,配上米饭,别有一番风味 川川香,椰橙酸样肉,食意中串烧爽和过 食材、优样肉、肉肉、蔬菜都劈等 可以根据国人口味、宣菜调料 如芝麻酱、麻酱、酸梨等,非常美味 龙超瘦,一种铁色小吃 以悬冷的虾肉和猪肉为咸料 稀薄咸冷,口感鲜美 在成都里也是和小吃摊上 龙超瘦是很受欢迎的美食 随注意,成都里有一道经典川菜 使以悬芋味猪料 加上豆芽、辣椒、豆豉灯作料直称 味道麻辣扣扣,令人回味无穷 香辣海,成都里海鲜梅是代表之一 旁开经过贴纸的调料烹制而成 味道香辣悬梅 特别是在夏天,吃上一只香辣海 别有一番滋味 船背两份,成都里一种传统小吃 猪腰油、铲豆粉、豌豆粉和卤豆粉直层 口干酸化,加上辣椒油、酱油灯调料 肥上开胃 花椒鱼,成都里有一道火锅佳药 有玄芋片、辣椒、花椒灯食菜直称 味道麻辣玄香,尤其是夏天 吃上一口花椒鱼 清爽开胃 酸菜鱼,一道玄辣酸酸的川菜夹药 主要有鱼肉和酸菜直称 口干双脆,味道玄美,配上米饭,肥上下饭 福气肥片,成都里一种传统小吃 主要有鱼肥和鱼鞋头直称 配上辣椒油和花椒粉 口干麻辣可口,使很多成都人的嘴哀 配上澡 2 感谢观看